恩典365 365天 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 还有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可以很真实地经历 祂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因为祂爱我们 我们也可以很真实地经历 祂的大能 是因为祂用祂的全能 来帮助 来带领 来祝福我们这个人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在四福音当中 在新约里面 特别是耶稣 然后保罗也常常是这样 他们所传讲的信息里面 常常会有一句话说 这就应验了 旧约先知所说的 什么什么什么 这句话 这件事情又应验了 圣经里面所讲的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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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们常常讲这句话呢 就是提醒我们 耶稣基督恩待我们 祂在地上只有三年 三十三年半 而真正出来传福音 只有三年半的时间 耶稣回到天上 而我们需要更多的 来做的是什么 是传讲神的话 传讲神的话 好像昨天和你分享 不是行一个大神机 大家就都信了 以色列人看到很多的神机 过红海的时候 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神机 但是他们仍然背逆 仍然活在自己的想法里面 我求神神恩待我们 因此我们要忠心地传讲真理 因为神的话 出于神的话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要来传讲这些真理 使别人能够相信 恩待我们 而当我们相信说 对耶 旧约的这些圣经 那个时候来讲 旧约的这本圣经 今天我们来讲 整本的圣经 里面传讲的许多 都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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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实现的 不是讲的是 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不是神话 神话是故事 神话是很虚无缥缈的 神的话是真真实实的 因此我们还是要鼓励弟兄姊妹 你每一天听恩典365 我们很高兴跟你一起来 分享神的话 但是我真的鼓励你 打开圣经 自己来读神的话 因为出于神的话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神的话满有能力 能够帮助你去经历 圣经上的话 圣经的话怎么说 神就怎么行 神的话 神的应许 每一样都会实现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你没有读圣经 你不知道 这些事的发生 其实很重要 因为旧约里面早就讲过了 新约圣经里面早就讲过了 神成就了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读圣经 然后我们去经历 每一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 许多的事情 你就会越来越发现 真的 这些事情的成就 就好像圣经里面 耶稣所说的 保罗所常常运用的说 这就应验了旧约圣经里面 所讲的一些事情 神的话是真真实实的 去读他 你会得到帮助 你会经验他的真实 你会得着那个 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大能 奉主的名祝福你 打开圣经 读神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